年度十大單曲 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 演唱 老王樂隊 作詞 張立常 作曲 老王樂隊 好 恭喜老王樂隊 那張立常也是老王樂隊的成員 所以我們邀請老王樂隊上台領獎 好的 來 我們桑布伊來頒這個獎 給老王樂隊 OK 後面還有 這是作詞 張立常的獎項 OK 來 我們拍個照好嗎 好 老王樂隊 你們有沒有什麼感想 來 我們請老王樂隊講一下 就是非常感謝音樂人交友協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就是因為我們也是獨立樂團 而且就是我們算人生歷史得到這樣子的一個肯定 然後我非常感謝我的團員 然後也感謝就是我們有兩位團員現在正在 正在國軍裡面服役 所以他們沒辦法來參加 對 然後 然後非常感謝就是音樂學會選我們 比較不主流 比較 剛開始甚至我們這些都還只是在學的學生 能夠這樣的肯定 就是非常開心也非常感動 然後也希望更多的不同 讓曲風不同 在講述各種社會議題的一些音樂可以被看到 謝謝大家 好 其他的成員 我不是張立常 他在當兵 那當然是要 然後感謝中華音樂很交流協會 就是願意肯定我們這些菜集 就是 對 就是 在座很多前輩就是很多 我們很尊敬也就是 也希望能夠 能夠向前輩看齊 然後繼續 和靜靜自己 然後 當然是 很謝謝我們的家人 就是讓我們 就是 很任性的 就是 不專心念書 對 就是 就是 希望 我們 不會 讓他們太後悔吧 對啊 就是 繼續加油 謝謝大家 好 來 接下來 來 就是 得到這個獎呢 對我們而言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好像你練琴練了三個小時 然後 甚至是更多小時 然後突然 數課考 然後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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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那個成績就是 可能就是90分以上之類 然後就是 就是一個 那種感覺就是超棒的這樣 然後 就是 我自己是古典音樂上來的 然後 就是 從國中就有一個夢想 就是 想要組一個室內樂 然後不管什麼樣的樂器都好 可能國樂啊 或什麼 可是 就是因為在求學階段 就一直很忙 然後 就是真的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還有這個榮幸 可以加入這個樂團 然後 就是一起玩一個 很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我覺得 玩音樂 最棒的就是 一樣就是 找到一個 就是 好夥伴 然後大家一起 想旋律的段落啊 或者是 就是想 怎麼樣的和聲 可以更有共鳴什麼 我覺得 在那個過程 就是激盪的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很美好的 就是 一個 就是一個 FU就對了 我覺得很棒 然後 謝謝這個 這個委員給我們的一個 很棒的鼓勵 好 我們會努力 好 謝謝老王樂隊 謝謝 謝謝